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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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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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你, 你覺得你自己的道德操守 是高還是低? 當然高, 我自問我對自己的要求很高 我每做一件事都對得起人 對得起天地良心, 我才會去做 我知道你交流很廣闊, 有很多朋友 但我想問你, 你的朋友會不會相信 你是紅杏出場, 和其他男人有樂? 他們當然不會相信, 說出來也沒人相信 那你兒子唐智歡, 你的家人會不會相信? 根本全世界就沒人相信 根本就是他們生安八做 作出事令我們家家無靈日 黃秀琴女士, 你口口聲聲 我要告凌理女士誹謗你 你到底知道誹謗的定義是什麼? 誹謗的定義是某個人說了一句話 令你直接或間接無受損失 這樣才構成誹謗 你剛才說你兒子唐智歡不會相信 你的家人不會相信 甚至全世界都不會相信 你和其他男人有樂 既然沒有人會相信 那你有什麼損失? 你根本就是在做一些無聊透顶的事 做一些來說, 沒事找事來搞 法官大人, 我問你 本席在聆訊過程中 將那些感受寫在本寶上 想不到那些感受 跟語眾人律師不謀而合 就是四個字 無聊透顶 這宗官司只是有錢人無聊的換意 所以本席宣判 袁素仁對語眾人的誹謗指控不成立 袁素仁需要支付所有課費 和語眾人的訴訟費用 退庭 沒事吧, 阿姨, 沒事吧 阿姨, 阿姨 阿姨, 怎麼回事 我沒想到我第一次打官司 就贏了大九分 阿姨, 月芳 阿姨, 快點給我一張獻單 你就想了, 你沒看清楚內容嗎 甲方月邦, 月芳一生一世 直到月芳刮老襯為止 我記得看上去說我們長命百歲 算下還有幾十年 幾十年你當我預養大律師 我認識你這個月芳真是不幸 別這麼說 我認識你這個甲方也三生有行 剛才你的表現都有點得的 上甲牙大狀, 超臭的, 厲害… 老友, 你真厲害 第一次打官司就贏了個超級抵重 陳小姐 剛才那個女人聽到宣判之後 臉都黑色, 不知道多深涼 李姨, 你不用多謝我了 你多謝程亮, 所有項目都替她想的 謝謝… 誰想的都是一樣的 最好打贏大腳吧 大腳吧 媽媽, 要不要再說個笑話哄你開心 可不可以紙巾 小姐, 你真的這麼厲害嗎? 好了, 我還趕回去收拾東西 今晚阿飛回美國 你又要走? 我還要參加這個國際法律教練會 阿飛, 現在只可以去倒閉莫黎 先走了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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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再見 沒有常在心的日子 第八百三十一日, 請 今天我乘的士離開法院的時候 我竟然在的士上不斷流眼淚 以前我經常想 如果終於有一天打贏大腳吧 我肯定會開心得流眼淚 但我很肯定我這次的眼淚 是等常在心開心而流的 今天我離開嘗嘗心的時候 我突然間有個衝動 很想走回頭跟她說一聲 你可否原諒我 但我終於沒這麼做到 五月三十日, 請 我今天第一次上庭 而且第一次打官司就打贏大腳白了 不知道為什麼我心情 竟然沒有想像中那麼興奮 當我看到阿飛離開的時候 我竟然覺得很空虛 所以我有股衝動想走上前跟她說 我原諒你 但我始終沒這麼做 我這次去紐約會去一個月才回來 這個月我也不會看到常在心 算了, 不要再替她提起以前的事了 我不想她好像之前那次似乎 失控會流了眼淚 我想常在心永遠都笑 好像今天在法院走廊笑得這麼開心 我真的不明白自己為何這麼執著 其實我原諒你這四個字很容易說 但對我來說這四個字真的很沉重 人家說時間可以彌補傷痕 我希望有一天我心裡的傷痕終於可以康復 阿飛, 去到美國不要再顧著想事 又要衝紅燈了 你要好好照顧自己, 我很顧著你 原來這兩年來我打的日記加上有十二萬字 我老婆這世人打過的中文字 加上也不夠這半日記多 希望有一天常在心原諒了我的時候 我們可以一起坐在梳化堂 一邊吃水蟹粥, 一邊看這半日記 怎麼這麼好事?叫我回來吃飯 阿琴 坐, 阿琴 阿琴, 大家曾經是一家人這麼久 有什麼就不怕開門見山港 既然大家相處不了下去 大家一切不開心 我也不想加重屋幣 最好的辦法就是大家離婚 唐人介, 你喜歡怎樣就怎樣 我個人根本無所謂 你哄了我入唐家三十多年 你都不和我結婚, 我也沒說話 你突然說要和我結婚, 我也沒所謂 你現在又說要和我離婚 我也沒意見 阿琴, 你不用說話 句句話又骨落地 我不會白要你走的 你想要什麼補償 或者要多少善養費 你就說話 我這個人是無所謂的 上到法庭, 官喜歡怎樣判就怎樣判 為何這個人這樣?你要不要面子嗎? 大家不可以坐在床上談談他嗎? 動不動就要說上法庭 養了出去很興鄉嗎? 你記不記得你上次 你一個人誹謗你, 搞得怎樣? 全香港的人都喝了大笑病 每個對我們家人都指指點點 很有趣 你呀, 八卦周刊就快找你做封面了 你很紅了 大包, 你別這麼勞氣 他想怎樣就怎樣 上法庭就上法庭 你快坐下吃飯吧 那我等著離婚了, 你爽手吧 遲些在家事法庭見面 吃飯吧, 大包 今晚的菜很適合你吃的 你想通了就別再想了 快點吃飯吧 我沒想通了, 我有什麼? 我對得起他有餘有餘 他不知醜而已 他不知醜而已 那就行了, 那就別再想了 吃飯吧… 不要為人家勞氣了, 吃飯吧 對了, 爸爸, 你教的嘛 心平氣的話 對呀, 小心自己的身體 對呀, 爸爸, 你別想太多了 不行…我沒事…我真的想 來, 大家吃飯… 有什麼事? 世伯, 如果以後有個女人 扯著說要跟你註冊結婚 你真的要想清楚 我已經想錯了, 很多人害怕 謝謝… 唐先生, 黃女士 你們簽個子, 我可以替你辦離婚手續 過了兩年冷靜期, 你們可以正式離婚 在這兩年裡, 唐陽佳先生提出 每個月給你十萬元做鮮養費 十萬元? 以前你每個月拿七萬元, 現在給十萬元 你也應該夠花了 沒所謂, 這兩年善養費多少也沒所謂 不過我有些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阿琴, 你有什麼想跟我說, 說吧 黃仁佳, 你現在要跟我離婚 我也很應該拿回我應得的錢 應該 本來我打算正式離婚之後 就向法庭提出申請 不過現在想起來 還是私下談好它好一點 第一, 第一, 我們已經失去感情了 不必再多拖兩年 第二, 別浪費律師費了 第三, 你這人最要面子 無謂弄到上法庭 皆知項聞, 拿開肚皮給別人看 你也說得有道理 大家畢竟是一家人這麼久 有什麼事不對的就關門商量 我也知道你想說什麼 你想要多少錢, 開心見誠說吧 我想要你一半的身家 就是大概三億左右 一半的身家, 你要三億? 當然了, 你沒問過律師嗎? 我和你是正式註冊的合法夫妻 我當然有期跟你分身家 分分鐘就能分到你七成 還要七成? 你一個女孩子, 你要這麼多錢幹什麼? 這些錢是媽媽和阿莉 這麼多年輕辛苦都儲起來 留給小孩來發展 那你一個老客人留這麼多錢來幹什麼? 我阿歡仔不用要錢來發展嗎? 再說, 之後我就一個人孤零零 我不用留錢來旁邊的 你發錢寒 聽不懂就算了 我一定要搞大團, 搞到佳支寒 你笑人爭產打官司就笑得多了 現在就自己瘦一下 你站在這裡 你一個女孩子, 你要這麼多錢幹什麼? 這些錢是媽媽和阿莉 這麼多年輕輕辛苦都儲起來 留給小孩來發展的 你發錢寒吧 阿莉, 阿莉 阿莉, 你來看什麼? 誰讓你看這報紙的?不要看我 我看見門, 我就叫護士拿給我看 你說這個女人 是不是阿球自己放福給記者寫的? 怎麼會知道這麼詳細? 我幾歲結婚 在瑞典哪間教堂行禮都知道 都清清楚楚楚 這個女人根本是拿債的 糟了… 直播, 長叔剛打電話來 他是阿波、阿琴帶著常在德 趁我們來這裡, 去店鋪 拉閘、貼張紅紙, 發盤點清貨 休息三天, 打開… 怎麼搞的?他們到底想搞什麼? 現在很多記者在採訪 阿波還說, 如果不見你出現 就不會開門我 要我出現就好, 我現在就出現 我就會見他, 我就殺死他 阿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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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波 安靜點錢 阿波、阿波 現在殺到他包含不好了 你叫我怎麼不衝動? 大家都可以衝動 就是你沒有資格衝動 你經常說自己做錯, 你想彌補 你再有這麼激動的話 買一個病的方法, 到時候怎麼彌補? 我們是唐家一家之主 安逸歡恩就靠你照顧 有什麼事的話, 到底怎麼照顧我們? 不是, 婚姻要我們照顧你, 那怎麼辦? 對…我始終要去面對 是要面對, 但笑著你面對 知道了…我會心平氣, 我會笑著面對 我笑著面對 那我們一起陪你回去吧 不用了…你和阿寬阿欣回家 我免得人多了, 還搞亂了 阿黎, 你也不要去 這麼多記者在這裡 一會兒阿琴和你重複上來 還不斷被人寫 行得了, 你陪我去吧 尚章德, 你找來我寫著我幹什麼? 你馬上走 阿琴, 弄得樓下的記者圍著你 你知道嗎?你幹什麼事? 我來試試看你 這麼錯誤, 楊先生, 麻煩你 阿波, 你幹什麼?公司的數寶 你幹嘛讓外人看? 楊先生, 查得怎麼樣? 公司賺少了, 是否有人手腳不乾淨? 我正在查 我告訴你, 你再不走, 我馬上報警 楊先生, 你不用管他, 報警? 唐人街, 我們現在還沒辦妥婚手續 我還是你太太 太太替我先生打理你的生意 請個夥計回來幫忙, 這樣也要報警? 好, 那你報吧 明天的報紙一定會投票 江手, 你是不是人? 你沒得救了 你…別搶 你幹什麼?這個女人沒得救了 你不跟她, 你本性善良 這個姐最疼愛你 你跟她一起幹什麼?拿回素寶來 江手, 江手, 拿回素寶來 西姐說得對 這間店當初是用誰的錢開的? 用大姐的錢? 你… 大姐的錢哪裡來的? 我爸爸靜落 這間店是用我爸爸的錢開的 江手 我想給誰看就給誰看 謝謝… 快點幫我檢查一下 這兩年店店是不是賺少了? 放心, 放心 夠了 你最不會再離譜一點 這間店的持牌人是唐人街 他現在不歡迎你們, 你要馬上走 再不走的話, 我馬上報警 你想全香港人都知道你這種醜事 就報警吧 你以為我不敢做? 細胖… 不要搞大他了… 是吧 阿琴, 你究竟想怎樣才會收手? 我輸了, 我不夠你鬥了 我怕你了, 好不好? 阿琴, 你是不是要弄得 佳芝學問我們的醜聞你才能安心? 阿欣經常被同學笑 阿寬, 阿淫經常回到要面對人 不敢抬起頭 你不顧我感受也算了 你顧我小孩的感受吧 大爺死在九泉之下知道 他的心也不安心 我拜託你, 你怎麼肯收手? 你還不肯走? 我現在馬上馬上就報警 好, 阿波、常山 今天看得差不多了, 我們走 老伯 老伯, 你要搞成功了 怎麼會搞成功? 你不算我傷害了 你不算我傷害了 大包… 老伯 你來的確, 唐先生也不知道做什麼事 經常這麼長, 一聲都沒出過 連我老伯說話他也不肯說 還有, 他這個下子升得很高 這樣下去會很危險 不如你們勸勸他吧 我們會的, 謝謝你, 徐醫生 那我先出去 老伯 老伯, 你怎麼在這裡胡思亂想 不是, 叫你不要胡思亂想 姐夫, 你要先顧好自己的身體 是呀, 老伯 我正在想這句話形容我自己 一失足成千關 希望今晚睡著了, 明天不要醒 你沒聽過明天會更好嗎? 也不知道有沒有明天 什麼沒有?船到橋頭之現職 我現在已經被人激怒了, 窮徒末路了 政府也說窮徒未必是末路 絕境也可以逢生 我好像在人面前認衰 你們爸爸這次真是衰心慰 萬切不保 什麼?正所謂柳暗花明也邨, 是嗎? 是呀 為了安慰我 現在我的人還在中風, 那個女兒還在發瘋 中國俗語又說, 福無從之禍不單行 我就說是蔡翁失馬, 燕之非福 福少林門, 姐夫, 福如東海 福若又歸 福…福爾摩斯 妹妹叫傻人有傻福 傻女兒, 這次請到福爾摩斯 也沒用, 惡人當道 姐夫, 惡有惡報, 善有善報 若然未報時辰未到 歌仔也唱, 惡人只有惡人惡, 督粗塵 那應該惡惡人吧 有什麼理由不和我先, 怎麼很流行 那倒不是, 那有這麼久風流 有這麼久接… 接… 你想說什麼? 一時說錯話而已 張嘴…張嘴 看看報紙吧, 大家 賣光了, 唐家醜聞, 增產風暴 你沒聽過暴雨嬌陽嗎? 是呀, 很快就雨過天晴了 太陽白白也跟著你 彩虹姐姐, 追求你 黑夜已經來臨, 黎明還會遠嗎? 沒錯, 最困難的時候 有時我換你成功不遠的時刻 說得不錯, 這麼熟悉的東西 給你抄襪人? 當然了, 拿破領的金句 她是一個人來的嘛 六月八日, 程 Alfred趕了回美國 參加國際法律聯會的閉幕禮 我不知道她已經說了沒有 但我每天經過報攤 都會買一份英文報紙 想看看有沒有那個會議的消息 不過看了很多天都沒有 今天早上經過報攤, 我跟自己說 買了金蜜不要再買了 天智竟然讓我看見Alfred復賞 報紙說她演講得很精彩 說完之後, 全場起床拍掌 拍了三分鐘 其實以前在大學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她很聰明 將來一定會很成功 今天她終於做到了 六月十二日, 程 今天下班了, 突然想一個人逛街 竟然讓我賺到水满满 她看不到我, 但我不要緊 其實我也不會再跟她聊天 但是她不是嫁給那個副機師嗎 為什麼她會跟別人一起 水满满, 你不要這樣 你不要再任性了 媽媽, 我已經長大了 你不可以再像小時候那樣任性了 沒有常在心的日子 第八百四十三日, 任天 今天我一下班就回了辦公室 等於病了 我代她見了兩個客戶 這件是一件離婚案 是太太提出離婚的 丈夫是會計師, 很斯文 丈夫情緒很激動 在辦公室大聲罵她老婆 有哪個男人不是外面一見, 家裡一見 我現在認識回家, 你還想怎樣 夠了, 離婚, 你說夠了 閉嘴, 大家是不是要離婚 如果離婚, 你千萬不要後悔 來求我, 還有 我們出去吧 我也不知道自己當時 為何會這麼兇的客戶 我從來沒試過在辦公室發這麼大的事 我看見那個女人不斷流眼淚 我也不知道如何安慰她 吃飯的時候 想起那個男人所說的話 覺得這個人真的很醜惡 其實自己不是跟她一樣, 這麼醜惡嗎 有時我會想 雖然對不起常在心 但我已經真心知錯了 我已經盡了自己能力去補償 我真的不明白 為何常在心還會這麼勤強 逐點我清楚, 不明白的人是我 我不明白我對常在心的傷害有多深 是嗎?世啟, 那好, 你過來再說 這個女人又想搞甚麼? 她說想談完擅長費的事 如果我們不答應的話 她在法庭申請凍結我們唐家的資產 她有甚麼資格凍結你們的資產? 就是了, 錢是包包的 她有權這麼做的, 我問過律師了 如果她準備兩年之後 跟大包打官司的話 她就有權在法庭申請凍結我們的資產 她這麼做 就不用怕你們包包的資產 會落在別人手上 世包李姨, 不如這樣吧 如果那個女人要求不超過一億 我們給她, 當作是瘋狂 不行, 當然不可以給她 世包, 那女人神經病 一會兒說找甚麼記者爆甚麼醜聞 一會兒說凍結我們的資產 阿姨, 現在走路的生意不行 本來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買了幾天舖頂住 如果凍結了, 怎麼搞呢? 無論多大犧牲也好 一個錢也不可以給她們 這些錢李姨和大契很辛苦找回來 世包, 爸爸就是受不了 就是精神崩潰了 我也不想付錢的女人 但有甚麼辦法呢?結婚了 如果她跟我們搞官司 可能只剩一億 試過這個案例要分75%那麼多 如果要上法庭, 就上法庭了 不過, 官判多少就多少 現在我和李姨負責管理唐家的資產 我們不可以私相授受的 世包, 你明白嗎? 如果再這樣搞下去 我們唐家的生意沒有了 走路的生意也不行 喵喵, 你聽到… 你們兄弟倆別再吵了 讓那個女人來看看有甚麼條件 唐人佳 包餘佬 你們兩個來幹什麼? 沒有, 來探望你病而已 順道告訴你 我明天約了阿黎和德德地 談善養費的事 你知道, 他們倆說錢比天大 我又不想跟他們吵 你最好就幫忙勸一下他們了 那你準備開什麼條件? 我算是讓步了 我現在只要兩億而已 如果你不肯給 我就向法庭申請凍結你們唐家的資產 王叔九, 你每天都有新花樣來搞 你想搞到什麼時候才要搞完? 我現在是把法律程序都依照 我不是拿槍指著你逼你答應的 你不答應就算了 但是你們唐家的資產動也不能動 你… 現在阿嬌的生意又不行 再關上水喉 一定拿著一盒撿一盒也行 不過不要緊, 年輕人就從頭再來過 你為什麼這麼獨? 你一定要把年輕人交給你才安心? 大人有什麼恩怨大人解決? 不要搞年輕人 現在是你拿著兩億貨 是你害自己的小孩 你想怎麼樣? 你… 動手… 西船跟你說, 還拿著走 不是, 你倆的姦夫人妇 你們給我老婆帶, 還想要我兩億 你不用自業就行嗎? 你這臭小子哭 結婚結得得你這麼過癮 賤養費又不給? 我現在警告你 你也給唐太英得那份他 要不然我不客氣 不但你兒子生意不行 你女兒也不行 找人上去 刮他兩巴掌, 刮他臉, 知道嗎? 你… 你…你什麼? 報警署吧, 說我恐嚇你 我和唐太太很想 明天有頭條新聞 糟了, 猜不猜 小太太, 幫我笑, 你們回來嗎? 媽媽, 你們來幹什麼? 是我叫鎮家婆婆 我想叫老人家來, 幫我作主, 說句話 帶這麼多行李過來想怎麼樣? 想怎麼樣?搬來這裡住 是呀, 妹妹 我們這間茶餐廳不行了 我下午打電話給李姨 打算叫李姨泡水, 她又不肯 唯有買一層樓來填桿 難道撿了一間茶餐廳去嗎? 欣伯沒有好人事 看我們就來睡街了 叫我們不如搬來住 是呀 你瘋了, 誰在你睡? 有, 這裡這麼大地方 沒有就打地鋪了 是呀… 再不然, 阿熊和阿玉 和欣媽的鋪就行了 是呀, 你們在這裡瘋了 馬上把東西拿走 沒有了, Gilbert, 替我把東西扔出去 他們發錢堂發得瘋了 你有沒有過分點?媽媽也趕 你不讓我報警 還好, 你想拿奶奶坐牢嗎? 走吧 四伯娘, 我幫她套餐住 你們神經病 欣欣, 你別走 你們走呀 閉嘴 這裡是你家, 為什麼你要走? 你沒睡覺的話, 你放我的房間 我約人給你, 我和歡仔同房 細胞 還有Jacky, 別跟一白無吵 她說是你媽媽 她是來的, 她們要來住就任由她們 冰姐, 開飯吧 臭丫頭, 怎麼忍? 不要緊, 找我當發錢行人來搭檯 唐仁佳, 你聽不聽到? 你什麼時候出得遠? 現在家裡很混亂 阿黎說不認, 趁家婆婆做媽媽 阿欣又哭著說要搬走 你快點回來看看吧 阿琴, 你怎麼一個人這麼瘋? 我跟你說了多少次, 你搞事就搞事 別把你混亂 阿琴, 你…你怎麼這麼瘋? 你…你怎麼是要搞我的小孩 阿琴, 阿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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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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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凍結你們家的資產 不知道多替你閉矮 對了, 你也不可以同用資金 那你跌下的生意, 怎麼做下去? 阿嬌 其實我覺得你的酒樓可以搞的 如果這樣撿起來真的很可惜 阿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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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你想搞到什麼時候呢? 現在全香港人才知道你婆家爭賊 最出名的是你呢? 阿嬌, 你到底想我讓你們讓成怎樣? 你去問律師 香港地搞離婚 老婆英分分到七成 現在莫說七成了, 五成我都不需要 我只想要你們三分之一 就是兩億而已 那你們都說不行 說到去哪裡都說不通 當然了, 還有, 現在外面的人 每個人都在說你們堂家紀仔爺 合起來欺負我一個小女人 是呀, 阿嬌, 說到的話 當然是我和你親一點 但是說到你 就真的在欣伯母那邊 小聲, 貪先佬, 什麼時候你不說話? 阿琴, 先吵架 那意思是怎樣? 行了, 世啟 你的意思我們明白了 兩億嘛, 我們會認真地考慮一下 先吵架 老三, 你沒事吧? 你沒事吧?你怎麼樣? 你怎麼樣?你沒事吧? 沒事吧? 我沒事… 等我去醫生吧, 我現在要出院了 你這樣的情況怎麼出院? 我要出院, 我一定要出院 我不可以讓我的孩子有事 我一定要出院, 有什麼事我自己負責 好, 阿嬌 阿嬌 別說舅舅有教訓你們 我聽小姐說, 他去探望姐夫的時候 姐夫說來說, 她也說了一句話 怎麼搞也好, 千萬不要搞到小孩 阿嬌, 姐夫病成這樣, 還想念你們 你們要不要為她想想 她也中了風, 不是開玩笑的 死得人的 你們去探望爸爸嗎? 你們明知道他病成這樣 還去擊他, 你們特意的 媽媽, 我很討厭你 什麼都搞出來, 總是搞瘋搞瘀 阿寬, 你說什麼?你現在什麼態度? 老爺, 為什麼你會回來? 爸爸… 你不是在醫院, 怎麼你回來了? 爸爸… 爸爸, 你幹嘛偷走出來? 誰說我偷走? 阿寬, 徐醫生看安寶精神 特別批准我出來, 這麼人齊 阿波, 你來了嗎? 是呀, 姐夫 徐家奶奶, 徐家老爺來了嗎? 是呀… 徐家都到了嗎? 是呀, 徐家老爺… 這麼好菜嗎? 我這個星期的醫院就慘了 整個星期吃白粥, 嘴巴不得了 多大都破解了 好, 真棒 唐仁佳, 你在醫院走出來 是不是有話要跟我說? 是呀, 我有很多話要跟你說 其實我在醫院, 凍膏床板想清楚 根本所有事都怪不得阿琴 經常說有人搞風搞雨, 搞得家無寧入 又說搞得個個淚流滿臉 全部都不關阿琴的事 你們知不知道關誰的事嗎? 其實就是你們包包我的事 你到底想說什麼? 橫階 阿琴, 我這次回來 就是想跟你說三個字 就算你們每個人都覺得辱瞞 我都要當全世界人的面子, 說這三個字 我真心真意跟你說 阿琴, I love you 我愛你, 我重新愛上了你 你瘋了嗎? 我沒有瘋了 你說我浪費了你三十年青春 現在我就要補償給你 阿琴, 我要和你一起漫步人生路 我要和你一起相愛到白頭 我要好好愛你, 疼你三十年 你發神經的 得得地, 你馬上打電話給律師 你當初我主動提出的離婚令 是我弄錯了 結果他現在撤銷離婚令 阿琴, 我不和你離婚了 我看你還打什麼離婚官司 我看你還怎樣凍結我的財產 我看你有什麼辦法咬我吃 你別激氣了, 醫生說你不能激 不怕, 醫生告訴我 我中風也比別人中了 我說越激就越精神, 越激就越生猛 你們, 多給你心思想多點讀計 你每天想這個心花樣來擊我, 麻煩 你要撤銷離婚令, 好 我就是主動和你的神經佬離婚 大家聽到了, 是他要和我離婚 他就是他拋棄我 當時我會哭著和那個官說 我全心全意愛你 我整個人全心都給你 你當這麼多人來拋棄我 你背著我來勾另一個男人 看看官會不會把我一半身壓判給你 阿煩, 將來你要出庭 你要跟官說 他背著我和別的男人有勞 阿黎, 但你, 你一定要出庭 你們一定要跟我官說 他未曾出過一天唐記幫忙 他未曾為我們唐家賺過任何一毫子 親家老爺, 你這樣搞就越搞越僵 其實這件醜聞已經佳之學問 診過又有型的 醜事全千里, 千萬不要加醜外揚 你們都知道我罪我後面最害羞 是呀 我想通了, 我一點也不怕 有什麼好醜呢? 誰知道你們在和鏡橋打小人 誰知道你們可以記者招待會 誰知道你們老公趕快來這道國 給全世界聽 我今天好一點就醜 什麼都醜就全都出來了 還有什麼好?要醜大家一起走 我想得很清楚 那個臉皮值得多錢? 貴得過我幾個子女的前途 全世界沒有一件事 竟貴得過我四個子女的前途 我唐家所有的財產 就要分給我日歡恩四個孩子 你… 黃宋恆 我現在再給你一個下台階 明天我就會立一份遺蹤 把我所有的財產 分給我日歡恩四個孩子 至於你, 我分五千萬給你 你走吧, 對你已經是仁智義盡 救你過世了 你… 如果你再多吵架 我就一毛錢也不會給你 人家人, 你真是會開玩笑 四千萬 你儲了老婆回來真是好處 三千萬 你當我乞丐嗎? 兩千萬 我不跟你鬥四個子, 我跟你玩 一毛錢也不會給你 你… 我對天發誓 我一毛錢也不會落你的袋 你等一下不要走 彤彤, 彤彤, 我幫你走 你這個貪錢女人走 你這個貪錢之駕, 走 彤彤, 跟我走 走… 還不走?大死嗎? 不要… 走… 不要激情 走 有病 沒事 沒事吧 你爸爸出來了, 什麼事都沒有了 沒事吧 沒事吧 不过偶尔受了解 于是再迷惘本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